玄武门兵变之后,李世民这样对待已死兄弟的嫔妃。 李世民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随,这就是有名的晋阳起兵随后起兵攻入长安面,随李世民封为秦国公十一万户唐朝,建立初年李世民南征备战逐步,平定了四方割据势力渐渐统一, 而全国致此李世民威望日农军民争相拥护,秦王而且李世民在南征北战的同时不断地招贤纳事,所以此时的秦王身边的各方英雄豪杰终极如云。 明面上说他们是归降于大唐,其实他们只是归降于李世民而已。 此时的天侧府,已经被立冤,又驾照特许自治官署李世民因此开设文学馆收览四方验世入管, 被巡顾问文学馆与秦王府相结合,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唐太宗李世民, 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平定天下李世民的军功而李渊称帝后,反而立长死李健成为太子。 以此来阶级打压李世民的实力天侧府市大,这也是李渊最初的想法一和平的手段分化李世民的势力是与所谓的。 李渊许诺李世民平乱后当太子,这只不过是李世民为了给自己洗白的一个借口而已, 这一切都加剧李渊父子之间。 那矛盾导致了后面的玄武门兵变玄武门兵变的结果是李渊退了李渊二子, 十孙及其几千将士的性命未代价,换来了避免更大动荡, 更激烈的一场内战,发生玄武门兵变历史发生的过程中纵毁, 被刻意掩盖一些我们本该知道的真相帝王世家吴父子这场李渊和李世民的, 对决变成了李世民和李建成李渊籍的对决李渊, 绝不是我们熟日的史书和影,是剧中多的老好人, 而是一个得天下,建立统一绑长最快的开国之军最后的结局是李渊宴下了自己二子十孙惨死, 自己被逼供的这个耻辱反之,如果李渊不主动传为恐怕也是难逃一死李渊, 相必也心知肚明,李建成李渊籍死后儿子全部杀掉东宫和齐王府的女眷权, 不难入宫中其中李渊籍的妻子杨氏生的李世民, 喜爱甚至在长孙皇后病逝后,有立位皇后的想法, 在魏征的劝阻下才没有立位皇后杨氏杨氏出身, 当时的名门大族鸿农杨氏。